最近日系美系还有韩系的平价一品牌 纷纷要抢进信义商圈 也让整个台湾的时尚服饰仿佛进入了战国时代 前月份还有南韩最大的服饰集团 就要挑战台北东区 预计要在2020年创下新台币150亿的营业目标 是潮潮的时尚感 2014年韩国服饰集团大举在台北101差旗 光是打出两个品牌 在台湾的平价服饰市场中就卖得强强棍 台湾市场虽然不大 但平价服饰站却在这里开打 2010年UNIQLO进军台湾 直到二零一五年五月已经斩变武术家 二零一四年三月 美国GAP休闲服饰工台 没有特地找知名代言人 开幕当天天气湿冷 买气更冷 二零一四年韩系品牌 Tining Winnie和Who are you 找来韩兴到台湾代言 果然人气红不让 看似大手笔 但其实这些艺人都是自家人 艺恋集团找旗下的艺人代言 不但拉抬服饰品牌 也让韩团在台湾人气更旺 双赢互利怎么算都划算 以服饰起家的艺恋集团 现在是韩国最大服装品牌 三十多年前创办人之一的浦顺靖 在梨花大学商圈开了一家服饰店 一路到现在旗下光是服饰时尚业 就有一百五十个品牌 韩国服饰品牌超会抢钱 来到这个商场不是只有卖衣服而已 包括了从头到脚的穿搭 以及配件通通一网打尽 此外结合韩国偶像的行销手法 成功运用这股追星潮 创造出模仿偶像的穿搭风格 商业族OL风 甜美少女风 以及运动休闲风 每个人来到这里都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流行韩版元素 除了服饰引领风骚 一连企业版图多角化经营 跨足餐饮旅游 是南韩前三十大企业之一 浪漫的豪华游轮 可以饱饬汉江风光 游轮上美食佳肴令人沉醉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就曾经在这里取景 而这游轮也是服饰集团所有 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都敏郡对于千颂一的照顾 无为不至 而其中一幕就是在这个豪华游轮上面 都敏郡展现了神奇的超能力 让时间禁止 救了千颂一 千颂一在《星星韩剧》中 21集的剧情中换了145套戏服 有人戏称全智贤是人类史上换衣服最情的女主角 剧中各种服饰精品都掀起模仿潮 走在首尔街头随处都可见红唇女孩 展现着千颂一的时尚自信 而在台湾这股寒流风潮也久久不退烧 想进台湾评价衣市场 少女时代太地区代言的品牌 MIXO以及EXO和苏赫Jr代言的SPA 七月来台 服饰集团认为 比起欧美日的评价服饰 MIXO和SPA最大的竞争优势 就是韩版衣更适合台湾人的身形 显瘦 显眼 高调吸睛 韩版服饰虽然飘洋过海 但却打出定价跟商品都趋近 跟南韩同步的策略 每两周就全面换新货的快速时尚风格 用CP值抢商机 设定2020年韩币5000亿 相当于台币150亿的营业成绩 但台湾的消费者悉心厌旧 停战服饰必须面对的是 热潮过后的续航力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